打破肺炎鏈球菌是不能打的 强打流感疫苗 还有人跑错地方 以为可直接打肺炎鏈球菌疫苗 现场护理师大声维持秩序 体温跟特色电话 一定要写在一根号码中里面 好 这些会乱哦 上百位民众挤爆里长办公室 67岁的孙小姐 光一个上午已经跑两趟 朋友去那个谷亭那个卫生所打 她说他们只有一百个人 刚施打完疫苗 82岁的乌先生 在妻子陪同下来打疫苗 光是排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 她喜剩她本来是可以在医院打 今年没打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到 截至第三周 乱象依旧公费疫苗接种 引发庞大民怨 有专家认为 指挥中心这次明显误判情势 因应失当 即便管事署也一直在讲超前部署 显然她这个次见 她没有超前部署 今年指挥中心预估 台湾疫苗涵盖率31% 但受疫情冲击 欧美接种率接以40%为目标 被质疑落后欧美去世 甚至今年4月 有机会再加购疫苗时 却错过了可以追加的关键时刻 另外今年被获603万剂 比去年只多5万剂 10月5号开始施打 17号才宣布 暂缓50岁到64岁 承认施打 也遭质疑 分流措施太迟了 也不知道她打的人会不会真的出来打 今年到2月1号的时候 去年的流感剂还剩下39万剂 反观过去 每年采购约3万剂流感疫苗的国军 却在今年4月 加购距20万剂 并扩及全体官兵 展现了在非常时期的灵活判断 对外界提出两大错户 警惠中心恐怕要再想想 更好的配偷措施 记得陈一轩 想与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